臣妾也是听他们这么说才赶过来的 臣妾也不知道 这里面的人 为什么会变成你了 皇后 事到如今你还敢讽刺雪妃 朕一下朝就来了 朕怎么没看到黎王 你这个蛇蝎毒妇 为了诬陷雪妃 不惜损害他和黎王的名誉 如果不是朕亲眼所见 朕就上了你的当 皇上 奴才求见 有什么事 说 皇上 黎王殿下一直在御书房等您 他见您一直没去 就叫奴才前来找您 他说他军务繁忙 希望您能早点去和他商议军事 以免误了军政要事 皇后 你听到了吧 黎王他一直在御书房等朕 你竟然说他来这里和雪妃优惠 朕看你是极度雪妃极度的魔争 才会想出这种办法来冤枉他 小孩子 亲民 你们不是说亲眼看到楚玄臣进来吗 他怎么不在这里 反而在御书房 难道你们骗了本宫 娘娘 奴才没骗您 奴才真看到黎王进来了 奴婢也没有骗你 娘娘 娘娘 奴婢知道了 这一定是雪妃和黎王社的计 他们专门引你上钩才这样做的 不然好端端的 黎王怎么会变成皇上 是啊 你们没理由说假话了 亲颖 你上次明明看到雪妃和黎王 在御花园里优惠 我相信你是不会骗我的 本宫一定是被他们联合设计了 什么御花园优惠 就是皇上您寿臣那天 亲颖说 他亲眼看到雪妃和黎王 在御花园里没来延续 臣妾知道此时候当时就想告诉皇上 但臣妾没有将他们当场抓住 臣妾没有证据才认了下来 直到今天 臣妾听亲颖说他们在此优惠 才敢来抓他们的 皇上冤枉 臣妾和黎王根本就不熟悉 这何来的优惠 皇上寿臣那天 臣妾喝多了酒 和安米娜在御花园里吹风行酒 当时黎王夫妇经过那里 臣妾只是和他们打了个招呼 没想到 却被皇后曲解成了幽惠 姐姐 你们也太狠了 为了除雕武 想出如此歹毒的奸机来害我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你们想出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来诬陷我 看来我只有一丝一阵清白了 皇上 对不起 臣妾不能再陪伴你了 你一定要保重好身体 照顾好自己 如果有难生 臣妾再来伺候你 说着 雪妃决绝地朝大殿中的柱子上撞去 红元帝见状一把走过去 迅速将雪妃抱在了怀里 看到雪妃痛苦的样子 红元帝的心里十分羞愧 我刚才竟然怀疑她 她这么单纯善良的女人 又怎么会和楚玄臣一起联合起来陷害皇后 雪妃 你不要寻思 臣相信你 而且 只相信你 真的 皇上 你真的可相信臣妾是清白的吗 你这么温柔善良 臣不信你信谁 大胆皇后 你竟敢伙同下人冤枉雪妃 你简直蛇蝎心肠 你这样的女人 根本不配掌管六宫 朕要收回你的凤印 收回你执掌六宫之权 什么 皇上 你要收回臣妾的凤印 从今以后 你不得再执掌凤印 雪妃听令 臣妾在 雪妃 朕把凤印交给你 让你代管六宫 你记住 一定要好好管理后宫 统领好六宫妃品 执掌后宫礼仪 不要让朕失望 皇上 臣妾 只是一个小小的妃品 实在不配掌管后宫 还请皇上收回臣妙 你温柔贤淑 懂事之理 你如果不配 那谁配 你既觉得 你的妃味不够执掌六宫 那朕就封你为雪贵妃 这样 你总安心了吧 皇上 你要封臣妾为贵妃 不会吧 皇上既然封这么年轻的雪妃为贵妃 她都没有子嗣 进宫也比我们晚 论子排辈都轮不到的 凭什么试探 皇上 只有生下龙四的嫔妃 才能晋升为贵妃 雪妃她进宫几年都未有龙四 根本不配当贵妃呀 规矩是人定的 雪妃即使没有龙四 朕说她可以 她就可以 怎么 皇后 你要与朕作对 臣妾不敢 只是皇上 雪妃一无家事二无子嗣 大臣们是不会同意她当贵妃的 还请皇上三思呀 朕是一国的皇帝 朕要封贵妃 还要看大臣们的脸色 臣妾不敢 不敢就给朕闭嘴 从现在起 你给朕好好的待在宫中反省 没有朕的同意 不得踏出荣华宫半步 皇上 你要尽臣妾的族 你这种心肠歹毒的女人 朕尽你的族都是轻的 要不是看在云烟和子灵的份上 朕立刻废了你 这时 洪元帝扫向青莹和小孩子说道 这两个狗奴才 竟敢伙同皇后陷害 雪贵妃 来人 把她们拉下去 重大三十大板 依井效忧 现在由雪贵妃代管后宫 以后谁若敢对她不敬 就是对朕不敬 是 皇上 臣妾知道了 接着 洪元帝和李静忠去了御书房 他们走后 雪妃看着跪在地上的皇后 冷笑道 姐姐 真是抱歉 这次又让你们失望了 妹妹还要忙后宫的事 就不陪你们了 天人 我今天真是倒霉 本来想抓雪妃和宠玄成的把柄 没想到 反而让雪妃得了力 真是气死我了 王爷 皇后失去凤宴 被罚禁足 也算给孩子们报了点小仇 只是 当时青眼明明看到你去了凤枣宫 怎么最后会变成皇上 不是我变成皇上 是秦殿里与雪妃见面的人 一直是皇上 皇上下朝后第一时间便去了凤枣宫 在我进入凤枣宫时 她和雪妃早就在里面了 原来如此 但青眼的确看到你进了凤枣宫 难道 你悄悄溜出来了 聪明 我进入院子后 又从另一面墙飞了出去 然后再回雨书房 怪不得皇后抓不住你 原来你早就离开了 而且有李静忠替你作证 皇上就不会怀疑你了 不过 这只是开始 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我会让皇后 后悔刺杀南风和星儿 娘子 本王查到一点东西 按理说 刘老大这匹杀手是皇后找的 可他们却狠猜 这么多人都打不过苏七少和小蝶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不知道 不过皇后有权有势 她怎么会收买这种水平的杀手来行刺 这不像她的作风 她应该找最顶尖的杀手才是 难道是皇后的手下办事不力 才找难了这样一群杀手 对 那王查到此事是清颖办的 听陶姑姑说 皇后给了清颖不少银子 让清颖去找顶尖的高手 结果 清颖就找了这帮人 说明她从中克扣了很多钱财 幸好这个清颖贪心 要不然我们就危险了 清颖深得皇后信任 是皇后最重要的左膀右臂 可是她却背着皇后贪污钱财 本王正好可以借此除掉她 让皇后断了这只臂膀 好 让皇后无人可用 这样她才没有办法再害人 王爷 不好了 昨夜皇上突然晕倒 到现在仍会密不醒 雪贵妃很担心她的病情 她没人来赵王妃 进攻给皇上看病 皇上晕倒 她之前都好好的 怎么突然晕倒了 我也不知道 我是听宫里的人说的 那人说皇上情况不妙 请王爷和王妃尽快进攻 好月儿 我们准备一下就进攻 不知道皇上得了什么病 才导致晕倒 难道是仙丹腐都中毒了 应该不是 具体是什么原因 我们进攻看看就知道了 夫君 你为什么这么淡定 难道你知道这其中的原因 为父真的不知道 我不信 你骗我 你肯定知道 我快告诉你 好 除非你亲我一个 我再告诉你 这么多人看着 我多难为亲 我才不亲 好啊 你不亲 那我就不说了 走吧 我们进攻 喂 等一下 干嘛 好吧 我亲就亲 不过我亲了 你一定要告诉我 好 以言为定 说着 储宣承 王下妖 闭上眼睛 等云若月亲他 云若月走过去之后 突然凑到储宣承的耳边 大声叫道 好